再看到民进党立委高嘉瑜被施暴的案子 扯出了政商施压媒体案外案 其中一位是PCHome集团董事长詹洪志 今天詹洪志还原了整个过程 他坦诚的确是有传讯息给记者 但否认押新闻 直说自己是新闻界出身 知道这种事不可能 只是传递讯息并没有预约身份 但高嘉瑜前男友马文玉拿出照片 指出两人明明有吃过饭还主动送礼 执疑詹洪志诚信有问题 他还痛批说没有一个人不是恶魔的帮凶 林秉书先生是 系数自己和林秉书认识过程 PCHome董事长詹洪志首度出面为自己遭点名 帮林秉书向周刊施压一事大声喊冤 可不可以让那个新闻在报道的时候 不要他提到他的名字 我就把他的这些请求 简讯不就给了一周刊的朋友 我也没有做不对的事 没有预约分寸 张洪志证实的确有传讯给媒体 但否认压新闻 解释两人互动从读书会到联佑 对生活状况一无所知 只是这跟高嘉瑜前男友马文玉的说法有出入 林秉书参加张洪志的饭局 你愿意帮林秉书瞧事情 干预媒体 我相信你被骗 但你说你做都没做过 那就是你人格的问题了 你上市公司董事长啊 你的财报 你的财务资料 你的公开资料以后还有人相信吗 照片里两人不但一起吃过饭 聊天记录中 张洪志还送了状元饼给林秉书 林秉书则回应谢谢大哥 但张洪志表示 当时林秉书是在母亲三里结束后 找他求助 他只是想帮助一个焦虑的年轻人 有一个这么焦虑的一个年轻人 他问我说你有没有可能可以帮我 可以跟他 这个进入感受这件事 我说我是新闻界出身的 我告诉人家不可能 你要取得的是这个女性的样子 在这一场 瞎害剧里面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没有一个人不是恶魔的帮凶 谁是恶魔的帮凶 一把火越烧越旺 捲入不少政商界名人 赶紧出面 划清界线 记得战车六位 前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